哈喽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废才妈妈 这次要出发去秋田 做的是虎航直飞的班机 到达的时候已经下午了 还在机场站了两个道馆 跟团的第一站来到了脚馆 又名陆澳小京都 欣赏武士载地 虽然我拍的都不是载地 大家姑且就感受一下气氛吧 对秋田的第一印象 就是好多绿意啊 真的很适合来放松 中途经过一间茶馆 导游说冰淇淋很好吃 就要买了一支来试试 姐吃的是自由 难得没有儿子 街景要拍好拍满 街景get 自动翻卖机get 遮太阳再来一张 过马路的影片也来一些 下一站 秋田内路线 又叫做微笑铁路 以下这段话是截取官方网站 此处有欢笑也能让您欢笑 访客所到之处 能够遇见当地人们的笑容 希望来访的人了解秋田的魅力 并带来更多的访客 使大家也能从中获得喜悦 在车厢上找到可以盖纪念章的地方 虽然没有在写手杖 但盖章的魅力还是迷惑了我 这是在车上发现的一个小亮点 车子出发了 脚管拜拜 路途中停靠的一个小站 还有经过一大片的蜡笔小心 稻田造景 让人又惊又喜 我还发现了这个 你有发现吗 椅背上全是秋田犬的小剪影 超可爱 你以为惊喜只有这个吗 那你就错了 我一抬头发现 连变化板上也都是秋田犬的剪影 车厢真的细节满满 我们在松叶站下车 这里的列车出发声响就温和许多 我没有被吓到 准备跟列车说拜拜咯 我们要前进下一站 这几张照片真的是喜感满满 全部都送给你们看 真的是太好笑了 不能只有我笑 看来只有把脸遮住才是正确的选择 不过这里真的是很漂亮 我就在这里拍了一张美照 不过是没有人的美照啦 呵呵 接下来要出发我们今晚要下榻的饭店咯 非常的日式 很像去阿嬷家住的那种感觉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 晚餐是自住室 但我真的踩雷大王 怎么选都选不到好吃的东西 我只看得懂蕎麦面 来东北一定要吃的烤米棒 虽然我没有去泡温泉 但我还是想投一罐牛奶 来感受一下温泉旅馆的氛围 结果我还不知道怎么拿牛奶 真的是被自己笑倒 我一回到房间就把它干杯 这是在楼下的贩卖部买的下酒菜 我还买了两包回来 台风天刚好配着吃 这是在脚管车站的便利商店看到的仙贝 还有看到吉卡哇也收编了两包 时间紧迫完全没有时间思考 后来想再多买几包就再也没看到了 这是出海关送的迎宾饮品 我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在深山里 这里还是有一堆宝可梦可以抓 但我家在市区却一只都没有呢 秋田的第二天下着雨 希望我的秋田第二集能赶快剪出来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废才妈妈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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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